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也会对祖先或者是对于神灵要产生畏惧 就是为天尽神 这是所有的原始民族几乎是共同的信仰 因此他们为了对神的恭敬又怕触犯了神明 所以是打赏之后 如果每天都供的 这个好像很少 我只是看到记载里边 就是文献的记载里边 原始的部落 这是逢年过季 他们也有季 他们一年之中也有几个季 或者是为了要举行举办一项什么样的大活动的时候 他们先要祭神 祭神以后由神来保佑他们 完成他们的心愿 要做的事情 要办的什么样的大事 因此他们用什么功呢 他们自己吃的就是动物 因为其他的东西 因此就是整直的野兽杀了以后就供 这是表示说对于神明的一种恭敬 或表示对于神明的一种奉献 希望取得神明的欢欣和保护 这个目的是在于此 那么对于祖先的供养 也是相信祖先人死了以后 还有祖的灵战 那直接就在后辈的人 把这些祖先当成了家庭的家族的保护神来看 所以是也供他们 那么在这个现代的人 我们已经从这个游牧社会变成农业社会 变成工商业社会的时候 是不是还需要说自己拿一只猪拿一只羊杀了以后再来供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必要 那是不是要供呢 我们佛教徒是为了对于三宝的 也就对佛法身 我们说信仰的对象 表示尊敬 因此呢我们要供养的 供的时候这是一种象征性的 并不是拿了很多东西来供养 就是对于啊 灵体 就是灵界的众生 我们也不失的 不失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用七六米 这个七六米啊 就念经念咒 然后呢 愿这个七六米 使得所有一切的灵界的众生呢 都能够得到满足的 得到了这个 好像吃饱了 实际上是他们精神上 对他们的一种啊 安慰 以及呢 精神上 给他们的啊 一种啊 满足 而并不是真的 他们有肠胃在那个地方 因此呢 在佛教来讲 祭祀并不反对 共神也不反对 但是呢 所以说怎么样子 要用多少的东西 越多 好像是越能够取得 神明 祖先的欢喜 而换取到更多的保佑 在佛教来讲呢 不赞成 不过呢 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一些鬼神呢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能够 想要吃到 但是他的满足就是说 你对他的恭敬呢 是这么 用这么大的心 用这么大的力 供养那么多的东西 他觉得你对他非常的重视 你对他 持这么的用心 那他对你的确实啊 如果要找你麻烦的呢 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那如果你要要求他保佑你呢 他真的能够保佑你呢 所以有一些神鬼灵啊 或者是灵界的神灵啊 他们正式的希望你的东西多一点 好一点哦 也有曾经呢 有一个轮坛的 这个福轮的 这个 一位先生呢 也说也是个居士吧 他到我们农场室来讲 他说 神说 到你们这边来都没东西吃 农场室供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到农场室来吃不饱哦 这个是在过去是这个样子的啊 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 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改 我们还是供的很少 我们呢 以诚心 以符法 来 来操作他们 或者是以符法 的道理啊 来啊 感化他们 来感动他们 使得他们呢 心里边呢 少一些啊 苦恼的执着 而 能够从夫法 得到了 一些平安 他们的 他们就是神呢 也能够 在这安定的时候 我们 人间呢 也会得到平安 至于说 供凭 多少的 这个 限制啊 或者是 要求呢 对福教来讲 是没有必要的 而 以虔诚心 非常重要 那 你对他的恭敬 重要的恭敬啊 够了的话 也 那 你 供凭 多少 没有关系 我们人间也听了说 啊 礼清 情依众 千里 送额毛 这个人间是这样子的 何方 是神呢 因此呢 在我 认为 也在福教的立场 来看呢 最好少铺张 那 对神 对人 都是比较好的 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就是身体偶尔呢 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 比如说 眼皮跳啦 或者是心悸啦 胸口疼痛啦 或者呢 使肌肉抽动等等 那么有些人呢 一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会认为说 哦 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发生了 比如说 眼皮跳 他们就认为 左眼跳是福 那么就是有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那么右眼跳呢 则是灾 那就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以佛法的观点来看 身体上 这些偶发的异常反应 真的能够作为什么样的征兆吗 让我们恭敬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 这是民间呢 有许多的迷信 但是也没有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一定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知道 不见得 但是呢 如果身体上呢 产生了异常的反应呢 大概是象征作 或者是呢 是啊 表示你的身体上 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 而影响到你的心理上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 异状 这个非常的 有可能 要不然我们的身体 怎么会产生这种异象呢 什么眼皮跳楼 其实脸 肌肉也会抽动 有的时候 我们的手上的肌肉也会抽动 有时候我们的胸部啊 哪一个神经也会痛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呢 发生了一些异状 那这些异状的发生 也可能呢 告诉你 表示说 你的身体上 有哪一部分呢 缺少了 什么东西了 或者是呢 哪个地方是太疲劳了 哪个地方呢 是需要休息了 需要 要给他一些呢 补充了 或者是要调整了 这都是啊 这个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你不注意他呢 就可能呢 心情和身体 都会产生了 一些异常的 想不到的呀 情况发生 比如说今天早上啊 我从农山市 来到这个地方啊 录影 我上汽车的时候啊 就是 自己的头 传到汽车的门 这个汽车的 门上的框上面呢 我一向啊 自己很小心地 我的弟子呢 常常啊 怕我传到 汽车的门的 门框 都是用一个手啊 来去挡一挡 可是今天 他是不灵的 他挡的地方 我的头不进去 他没有挡的地方 我头就进去了 而且一传一个挣扎 我这个啊 从来没有过的 而这次啊 发生了一次 没有事 没有过发生的事 总是会发生的啊 然后呢 我第一个反应 我说今天 我的身体 大概有问题 我要小心了 第二个 我的一个反应呢 我过去啊 从来没有闯过 这个汽车的门 每一次我都注意 都要闯到汽车的门 今天我上车 没有注意到 没有想到 会上汽车的门 结果是闯到老 我想 这几天 我大概是太疲倦了 昨天晚上 我睡得很晚 今天早上 我的睡眠呢 还没恢复 现在上汽车 是在糊里糊涂的 迷糊之中上的车子 那我这样子一解释 就说明啊 对我的身体的状况 对我自己的 被闯上汽车的门的 原因呢 已经找出来 那我下面就要注意了 我今天要 时时刻刻要 保持我的体力 我要小心了 那么小心有没有用呢 不一定有用 我告诉你 小心可能有用 但是不一定有用 你紧紧张张的小心 还是没有用 但是呢 在若无其事之中啊 保持平静的心情 虽然疲倦呢 你不要觉得很厌倦 疲倦而变成厌倦的时候 有问题就来了 疲倦 身心放松 不要厌倦 这个时候呢 你随时随地 你还是很清醒的 在这种情形下 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因此我在现在要讲了 如果诸位呀 你们 眼睛 左眼跳 或者是右眼跳 这个跳的原因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 可能的 就是血压 有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心脏 或者是我们的肝脏 或者是我们的胃脏 是哪一个五脏六肺 有一些呢 疲劳了 疲劳还带来一些兴奋呢 那 你可能呢 就要今天要小心一些 小心不是小心外边的 小心外边的 紧紧小心外边的环境 是没有用的 非常重要的是 小心你的身体 你要保持你身体的平衡 你的心情的平衡 如果 你说 左眼跳 晦气道 右眼跳 腹气道 你 就是你知道这两句话 那 晦气道的还是照样的道 可能道的多一些 因为 你的心情不平衡 你的心率啊 不平衡 你的精神啊 不平衡 你的 这个 精神状况啊 不是 那么的 稳定 你随时随地 都可能发生问题 上车 过马路 也都可能发生问题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你的心情的 这个不稳定啊 不平衡啊 是有问题的 还是说 夫妻到了 孕气道了 我想啊 身体上产生异常的现象啊 你注意你的身体 你留心你的心情 你今天会过得很快乐 你过得非常平安 你处理事情呢 处理得非常的顺利 那就是福报啊 所以是呢 往往有的是啊 就是 这个 塞翁舍马 焉脂肺腹 但是呢 如果紧张 你 恐惧 或者是呢 满不在乎 打个有问题 万美徒佛 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小小的坏事可以做吗 有一句俗话说 贼喊掏弯不 大喊掏勘骨 那么现代家庭呢 由于子女的人数比较少 所以呢 父母对子女非常的溺爱 有的时候呢 孩子犯了错 也舍不得处罚或者是责备 甚至呢 还鼓励称赞孩子错误的行为 那么这样的管教方式正确吗 作为一个现代的父母 应该如何管教子女 才不会害了孩子 又危害社会呢 让我们恭喜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我呢不是啊 一个 这个儿童的教育家 我自己也没有孩子 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子啊 如果的把孩子啊 如何的把孩子啊 小的孩子啊 那个抚养长大 但是 如果是从啊 弗法的观点来看啊 人 基本上 都是啊 能够成佛的 能够成为菩萨的 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他当成菩萨 来迎接的 也就是说 直接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是啊 来了一顿菩萨 是来帮助我们的 是来呢 使我们的父母能够成长的 是啊 使得父母们呢 修行的 修行什么 修行有智慧 修行有福报 那么如何的教导孩子 抚养孩子 这就是要智慧 所以父母是在啊 不断的成长之中 直接增加了智慧 而把孩子带大 所以从小 把孩子带大 是非常啊 那一桩啊 大事 一个大功臣 这要花到 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呢 才能把一个孩子啊 带大 成为一个真正的呀 所谓菩萨 这个菩萨是啊 在我们人间的菩萨 要雕嘛 所以雕啊 树啊 磕啊 那 都是要花功夫的 一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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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巧向 也就是啊 很有智慧的 高明的 这个 树匠 或者是呢 巧匠 才能够把它 雕成啊 一桩 让我们 看得来 其恭敬心 那么让许多的人 认为 这个是一个 高级的艺术品 我是这个 比喻呢 就是对于啊 一尊菩像的完成 或者是对一尊菩萨像的完成啊 是啊 要 要训练的 训练自己 来把 这个 这一像 调起来 还有呢 说一尊菩萨的完成 一个人 就是把它当菩萨来看 菩萨是一个凡夫 慢慢的把它 这个熏陶 训练 成为一个菩萨 那 一定要 要经过啊 花很多的心血在里头 使得孩子们呢 渐渐的成长 就像一个菩萨一样 说 我要恕你 像一尊菩萨 把你恕成一尊菩萨 我把你当成一尊菩萨 来把你恕成一尊菩萨 一尊菩萨 而你本来就是一尊菩萨 可是呢 还没有树成功 还没叼起来 现在我要把你叼起来 所以做父母的人呢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一种啊 心理的 认识 那 才能够把孩子啊 真正的 这个 用种种的 方式 来啊 教养孩子 培养孩子 辅导孩子 所以宁爱孩子 对不对呢 宁爱孩子啊 等于是 把 一块啊 非常好的玉 石 或者是一 一块啊 一段呢 非常好的啊 木材 贵重的木材 应该可以叼成 这个被人家败的 一个佛像 菩萨像的 结果把他劈的 做什么 做柴火烧了 或者是呢 把一块玉石啊 去 做出墙角 去垫墙角去了 或者是打碎了以后啊 变成了山河土里边的 那个十指十块去了 再一个多可惜啊 不要糟蹋了 这个好材料 所以是呢 要 就是慢工 出细货 精雕 细足 才能够把一个孩子 那个培养成为啊 在社会上有用的人 你家庭里边呢 能够使得 他 变成你们家庭里边呢 争取光荣的 一位啊 成员 如果 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啊 不能够成才 而是危害社会的 报纸上 常常看到你的儿子的名字 然后再问 他的爸爸是谁 就是你 他的妈妈是谁 是你 你看看 你把孩子 命爱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究竟是害了谁 害了自己 也害了孩子 也害了社会 所以是 父母啊 要对孩子的 这个言 行 举止 要小心 要留意 要规劝 要规范 要劝稿 要教导 不能够啊 说 哦 孩子偷人家东西了 你还要 这个 袒护孩子 还要跟人家吵架 当然呢 孩子偷人家东西 是很不灭 很没有面子的事 那自己呢 要说对不起 然后呢 把孩子带回家的时候 好好地跟他讲 你多打他 打死他 也没用 但是呢 好好地跟他讲 要 要给他一点点处罚 处罚是 什么样的处罚 这个处罚不是要叫他 丧失自尊心的 也不是叫他呢 能够身体上受到伤害的 那这种处罚 办法蛮多的 那个 如果完全没有处罚 而是说 袒护他 护短 那这个孩子 长大了以后啊 很麻烦 那可能常常看到 报纸上 有他的名字 你的名字 也会出现 而且 不至于此地出现 甚至于 你不断地 要到监牢里边 看搜索去 看他 这个时候 你悔恨 已经来不及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